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想那是爱的颜色 希望你们灿烂温暖美 发现了吗周深到底是什么语言小天才呢 演唱英文已是稀松的常识 乌克兰语跟日语更是张口就来 前两天弯曲声乐的晚会 速成粤语唱的那一首弯 直接获得了六公主公开的评论夸奖 一句特种兵的时间非常短 但是她可是周深啊 算是彻底认可了周深的业务能力 能被央视夸得如此直白的歌手 周深还算是独一份了 不过谁让她的实力是真的强呢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周深到底会多少种语言的皮毛吧 前几天轰动内鱼的湾曲声乐晚会 去了那么多所谓实力派的内鱼歌手 结果最后还得靠周深 用一首粤语歌弯撑起了场面 因为粤语的发音系统比较复杂 总共有19个声母跟56个韵母 发9声6调 所以不少人都非常的好奇 周深到底用了多长的时间 能将发音练得如此的标准 所以干脆跑去官方下面留言 没有想到六公主居然亲自下场回应 一句她可是周深啊 算是实诚了周深内鱼最强者的身份 网友觉得骄傲的六公主能给出这个评价实属不易了 这是一个让人骄傲的标签 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 天赋好又努力 平行端正的周深 别人再泼脏水也没有用 相信周深会脚踏实地走得更远 但是这周深速成粤语真不是罪绝的 三年前大家就已经被她的九语版Let it go给震惊过了 这一首赢得了内鱼80%所谓的实力歌手 关键她全程都不像是看提词器的样子 游刃有余的状态 甚至让人觉得她是在凡尔赛 在周深速成粤语的那一周 她还突击了一波日语 跟美里亚合唱的未闻花明 发音完全挑不出毛病 其中为了照顾小美 提词器上显示的也全是日文 这谁看了不拍手叫绝呢 去年周深参加英宗跟胡梦中合作 演唱歌曲调查中 其中为了让表演更加的丰富 两人不仅阔写了歌词 还加入了一大段意大利语的独白 难怪当时演唱完 胡梦中就大呼自己要被难哭了 我以为他们死了我就罪有了 你卖的不是花是人物 因为一个人只要起了胖心 是永远没得到的 是个上不上会好 可是心里没什么呢 不念你 你去你都那种 绝望要是分之后 是否还值得 放弃 消数后世界是会色 放弃 天堂后又如何决策 会你在交的 忘记第二根眼 五月 这初衷怎么去面对 混透 弱归作和人会自卑 不看你 沈亿 你能不能 我能 你想这种想回答 我最后的内容 你问我,不就是希望我说可以吗? - 肥跳手画一 различ一种,就是希望你将会自由 hasta我前面似乎相扮演的acon officers 说得,在一场音 koste 节目当中,众深搭档, 废玉青、徐玉青、徐玉南、西异园绒 girlfriends 李克勤,一同合作经典歌曲《卡门》,其他三位出场还都算是正常的演唱,到了周深这里直接整上了法语,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吸走了整场表演中所有的目光。 我没有屁股,这屁股要放在这边呢,那自己来试一试咯,这他好看,那屁股要放在这边呢,啊。 你帮我,身体啊。 身体啊。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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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你要选。 周深通过自己的音乐作品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在未来的时候,周深肯定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今天周深就会发布他的第二张专辑,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新专辑的到来,敞开心扉与他一同感受音乐的魔力吧。 视频的最后,让我们再集体欣赏一波周深的英文歌曲的输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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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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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会上近20首独具时代精神的经典音乐作品相继上演 带大家重温伟大建党精神 更续永恒历史血脉 畅想时代之音 大部分是我的作品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火网初心》 《灯火里的中国》 《生死不离》 有很多作品 也是我们咱们常演经常来演奏的作品 由青年歌手周深演唱的歌曲 《灯火里的中国》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周深坦言 此番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唱 让他心潮澎湃 应该算是我在演唱里面的一个跨界 我第一次就是跟着所有的合唱老师们 乐团老师们合作 然后没有一个手持 麦的那个感受 然后又紧张 然后又激动 然后觉得又很感动 而且在《国家大剧院》这个版本 它线条更长了 然后所有的情怀都更澎湃了 《灯火里的中国》 大剺院的国家大剑 有很多《灯火里的中国》 不愿意 多用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